今天我們呈現 單排極高勝率的秘密武器 GOD LIKE 嘿 新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 個人存單排 非常高勝率的秘密武器 瑪匣 召唬訂閱啦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點個贊 還沒訂閱 考慮訂閱 投開鈴鐺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瑪匣喲 看這英雄厲害在什麼地方 其實呢瑪迦這英雄並不弱喔 就算在外服呢也有T1.5左右的評價 差不多在T1到T2之間 你看我們個人單排呢 也可以這麼高的勝率 就代表這英雄是真的可以玩的 當然呢瑪迦也存在一些缺點 跟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不過呢只要我們搞清楚 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來說瑪迦最大最大的缺點喔 那是他的前期 特別無力 前面的傷害呢不夠喔 傷害太低 而且呢還要疊被動才有傷害出來 所以呢前面如果沒有隊友的幫助之下 我們的傷害呢是不夠一個人擊殺對方的 但是呢隨著時間的推移 這缺點會迅速得到改善 在我們買出裝備 越多件的時候呢瑪迦就會越強 到後期呢我們甚至可以 一套或者半套 把敵方的射手法師秒掉 前面打人呢基本上是打不起任何人 不過到了後期呢 是甚至可以一個人秒掉敵方一隊人 瑪迦傷害呢不要忘記是範圍傷害 大招是範圍傷害兩段 還有範圍沉默 一技能二技能呢也是範圍多目標的 在後期呢假設我們可以衝進人群中 炸到敵方的一隊人 基本上他們是廢死幾殘 而且過程中呢我們有回血 有無敵還有沉默 是可以撐很久的 瑪迦前期有多弱呢後期就有多強 基本上呢後期我們可以單挑 可以分推 可以一打多 再來呢我們有很噁心的能力 就是趕走敵方的輔助 不管是要退台啊要 進攻防守還是要吃凱撒等等的 敵方輔助都會過來探草看視野吧 瑪迦的一技能呢噴下噴下 就可以把敵方輔助趕走 而且傷害呢是非常高的 敵方輔助呢剛好可以被我們疊被動 而瑪迦存在了一個超級大的缺點呢 那是我們無法處理 前期就爆炸的大逆風 假設呢前期你在凱撒路都還沒有上市的 你看你的打野呢輔助呢中路呢全部死掉一輪 對方呢打野四個頭五個頭開局 那樣子基本上呢這場就會輸了 如果是那樣的大爆炸 前期就爆炸的逆風局呢 基本上敵方打野會比我們多三千塊甚至更多 有那麼高的經濟差距呢 瑪迦是怎麼打打不贏的 很難撐到後期 那 如何判斷你的場次能不能夠玩瑪迦呢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指標喔 那要是呢你的遊戲通常是多久結束 如果你很長呢十分鐘左右就結束 甚至更早 那樣子的話呢選瑪迦出來意義就不大了 可能會打戰友打一場 遊戲就沒了 不過呢如果你玩的遊戲很長 拖到十二分十五分 或者更後期呢 那選瑪迦就OK 大概中期開始呢就是瑪迦強勢期了 再來呢瑪迦還有一個隱藏的優點喔 而外的bonus 那是呢我們不怕開圖外掛 之前呢我們很常很常玩莫拉喔 莫拉其實呢 很怕外掛直接來抓我們的影子 有時候呢我們把影子藏在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很掉轉的地方 我們覺得歐安全了 結果呢一回來 那個開圖外掛呢已經站在我們影子旁邊等了 那樣子的話呢會很難玩 瑪迦的話呢反正我們就是打正面的喔 所以呢比較不怕開圖外掛喔 敵方之就算知道我們在哪裡呢 那也拿我們沒走 正面打還是打不夠的 再來呢我們來說說備戰的部份 大部分時候呢都可以招著操 出裝奧義魔紋 核心魔紋的話呢也有人會帶 萬軍聖雷比較少 神聖守護會比較好用喔 奧義的部份就是傳統的法師奧義 出裝的部份呢我們先來看穿透裝 這場選擇是閒者淋浴 若是敵方的坦克喔魔防比較高呢 比如很多先贏的 那你就買混沌 不然的話呢閒者淋浴很好用喔 他疊起來之後的穿透很高 而且呢閒者淋浴還有提供生命值 生命值呢是瑪迦挺重要的一個手心喔 最後我們裝備第二件大裝呢 極寒之戶 極寒之戶呢會提高依據我們的魔攻 換成物防跟魔防 最高呢個提升250點 而瑪迦由於有被動的關係呢 我們的魔攻是很高的 所以呢可以輕鬆點滿極寒之戶的被動 雙防加成 如果呢我們前面第一第二件就出極寒之戶 甚至可以第一件直上極寒呢 那我們前期開始就會非常的硬 剛好呢解決了瑪迦前面比較弱的這個問題 雖然我們前面傷害不太夠呢 但至少敵方也打不死我們 二技能又吸血 大招又無敵不可選中的 加上呢我們很坦的出裝 想死都很難 如果啊敵方出 物攻角物攻特別高的 我們前面第一件裝備先買物防鞋 然後直上極寒之戶 那基本上呢你就不會死了 敵方就算出全攻裝呢 全攻的祖卡小青葉娜什麼的 都是打不死我們的 會非常的硬喔 那技能命中英雄還有很高的回血量 而我們玩瑪迦勝率那麼高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瑪迦很好創造優勢 我們可以透過消耗呢把敵方趕走喔 因而達到推塔的目的 後期吃凱撒也是一樣喔 可以輕鬆把敵方趕走 就算打不死呢把他們趕走就好了 如果敵方狀態被嚇到很殘之後呢 硬要打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頭都收掉 缺點的話呢就是前期特別弱 還有呢如果前期就爆炸的話呢會很無理 所以呢要記得前面的話謹慎一點 以發育為主 差不多中期開始呢 裝備越多瑪迦就會越強 如果呢敵方全都選前期找 前期就很兇的 那樣的話呢就不要選瑪迦比較好 否則呢大部分情況下的單牌 其實呢都是可以用的 知道理練之後呢要練的技術基本上就是 拉扯 要跟敵方拉扯的距離喔 還有一級呢要命中 最好就是呢保持我們可以噴的到他們 敵方碰不到我們 不過呢有時候換水我們也不用太害怕喔 畢竟呢我們的二技呢是可以補回來 而且呢你注意看 二技冷卻時間挺快的吧 一技呢還能夠刷新二技的冷卻 命中敵方英雄的話呢會 降低更多冷卻 這樣耗一輪下來呢我們就把水量補到健康了 這邊呢我們隊友想要吃克萊薩 這個還是十三分的小凱喔 所以呢 敵方應該不會那麼積極的過來搶 那我們呢可以去生動集息 把敵方注意力吸引過來呢 那我們隊友就可以吃克萊薩 這邊先刷敵方的塔勒 然後繼續打 小青也收了 打完之後呢 我們也注意到我們水量又滿了 很少英雄可以這樣子呢 在前面扛很久 殺掉兩隻 之後呢又滿血 而且呢到了中後期 除非敵方有阿萊跟艾瑞呢 可以把我們壓制住 不然的話呢是很難殺馬家的 基本上呢我們的出裝就是又彈又痛 加上我們的回血跟無敵如果用的好呢 是非常難死的 你看這個伊格呢也只能夠乾燈眼 也不能夠做什麼 他靠近我們呢還要被我們吸血回血 之後呢遊戲也進入尾聲了 差不多該出了敵方的主堡 解釋核西 這邊用大招呢做了一個最後的貢獻喔 夠贏一下敵方塔勒 這時候剩下一隻小青 二間吸點水 應該我們血量 剛剛是殘血了 現在又回到六層了 那以上呢是我們帶來的單牌 秘密武器馬家 強度呢是不會太低的 不過要注意搞清楚他的強勢期那就好 最後我是尚恩 感謝你收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